我们家来带花丝的垂师茉莉了 好多花友 为什么你家的垂师茉莉 它提前出来呢 其实咱们买到的像这种小的苗子 今年也能开花 对于垂师茉莉来讲 它是一个短日照的花卉 然后它只需要每天8个小时的光照就够了 其他的时间你会得关小黑屋 所以说它也是不耐太阳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室内花卉 非常仙气飘飘 然后呢 这个就是空花空的相当的好一些 然后所以它的花丝出来的长 有的甚至一个花丝都能达到四五十公分 它还在不断的出花包 花期呢一直能持续到明年的五一 然后有花友买到我们家29块93盆的这个 这个29块91.5加仑的 然后这是你知道多钱 88 对啊 都卖80多 对 然后所以 这个都是卖80多 然后那些网红搞活动 68 58那样 咱们直接29 所以说大家搜到这种的 你也不用担心在今年的11月份 它就会陆续的出花包了 然后家里面光照不大好的10月份月底 然后呢 差不多也就要出花包 所以不用担心像这种小的 它也很爱出花包 总的来讲非常好养 又仙气飘飘的一款垂丝墨里 讲到都不知道怎么再讲了 是吧 老花又买就行了 买就行了 对 因为体验感还是比较强的这个花 好吧 拜拜 拜拜 拜拜了吧 拜拜 拜拜花友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